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给大家分享 著名演员丁嘉丽老师的念佛感悟 第二集 毛病息息太重了 我就那种感恩的心 你再让我吃点什么 再歪歪歇歇歇 我觉得师父就是在我面前 就来给我一个人来讲经 我说我何德何能 这么大的福报 听老人家在讲 苦口不应 八十多岁的老人 不思辛苦的 就这么讲经说法 教化我们 我一点感恩心都没有 我刚才说 我说那个成敬心 我在想 什么叫礼敬诸佛 我真正在师父面前 我领教了 以前我对人看人 人家有一个菩萨说 丁嘉丽以前我看你分享的时候 我特别崇拜你 我说丁嘉丽老师 这么大的勇气明星在上海上海 特别 心里特别的对你有一种恭敬心 就一次见你面的时候 在论坛的时候 帮你拿包 你面都不吵我 把我当成奴隶 然后特别功高 我心里一下子觉得 哎呦 我再也不听你讲 你讲的全是假的 就很多人说我那种 我慢心特别的重 其实真的很惭愧 你有什么呀 你恭高我慢 你自己有什么 学佛你一点也没学进去 你听老人家 师父老人家经教 你也没听明白 你这么多的烦恼习气 你有什么恭高我慢的 你有什么慢的呢 自我为事呢 太可笑了 师父老人家怎么做的 我这次是亲近老人家 是第二次 我告诉你师父老人家 你看他从那个 从那会场过来以后 师父老人家那种心 看每个人就 把你每个 每个众生都看在心里头 他不是看在眼里 是看在心里头 第一次见师父 就师父这样的时候 哎呀 我那个感动的眼泪 我这人也是 就是情绪化嘛 就是经常起心动念 我那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对压力你是怎么做的 你学佛 我应该学老人家那种行持 老人家对人的那种 那种谦卑 哎呀 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包括老人家 我最近跟老人家 有这种福报 跟老人家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看老人家 对那个 对那个 一个 毛巾的那种 都那么的恭敬 哎呀 对人事物那么的恭敬 应该好好学啊 我才知道 什么叫礼敬诸佛 因为师父把每个人都当成佛菩萨 每个人都当成阿弥陀佛 那么的恭敬 啊 我终于明白了 这叫礼敬诸佛 以前我觉得礼敬诸佛就是给佛菩萨 今天我礼敬诸佛给菩萨 今天磕三个头 哎呀 我今天不恭敬 先磕四个头吧 啊 这叫礼敬诸佛 错了 师父那样才叫礼敬诸佛 他把每个人都看成佛菩萨 那么的恭敬 对物也是如此 所以特别的受感动 那我现在 嗯 就说说 我呃 是 嗯 怎么念佛的哈 嗯 我觉得呃 其实呃 修行的路上不是一方方顺的 那我念了 一个 一个月的时间吧 我就 非常的痛苦念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执着境界了 最初的时候 念识念法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境界 我这人特别贪心 因贪成长 我觉得哎呀 那天的情况怎么没有了 哎那天呢 什么什么感觉 哎呀 怎么不见了呢 哎呀 是我念的不得法了 怎么样 然后永远在照顾我的妄念 本来我就妄念纷飞 结果痛苦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每天早上起八点八点半开始念 你说七点就开始念佛的时候 我就 开始妄念起来了 哎呀 今天不对啊 哎 怎么那个没有了 然后永远在照顾妄念 然后就滚雪球似的 到了十一点半该就餐的时候 我在那做了特别的举 哎呀 觉得怎么回事 一上午白念了 哎呀 完全是在那儿 那个有口无心的在念了 哎呀 怎么就撤不住我这个心呢 然后下午吃饭的时候 夏丁军 下午可千万不能再 在这起妄念了 其实这个 又夹杂了 这个妄念 说你别再有妄念 这个妄念又进来了 夹杂 不懂啊 就一天一天 老是这样 老是老是老是这样 特别特别的痛苦 哎呀 我觉得怎么了 而且我就觉得真的就是 这个时候考卷来了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呢 他呢 嗯 学佛很多年了 嗯 学着特别的精进 跑道场 很多的道场都跑 那人跑那 这经营佛提他去了 啊 那然后我经常跟他说话 他说了 老是冲着我去 啊 你都把你都把你都把你都 我觉得 他用他怎么随时能佛号提起啊 那我真好 我特羡慕他 忽然间有一天 就是在我念佛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是他一个 呃 我们同修啊 给我打电话说 他呃 这个在抢救 啊 在在急救室 我第一个反应说 我说是不是车祸 他说不是 他呃 车祸 倒是遇上来小小的 那车在这个上医院前呢 他呢 就喝了点药 就是怎么呢 他就是因为过不时吗 然后喝了一种什么药 然后呢 他就难过啊 吐啊 吐的不得了 别人没什么反应 他就吐的都不行 吐的不行以后呢 就呃 给他人打个电话 说你去医院吗 在医院的路上的时候 一个车 他们正常行驶 其实赖旁边那车 叮就把他们车撞 可是他一瞬间 那佛号就有他们 啊 那头佛 没什么事 然后那人 很很很很生气的 骂他们 他那时候难过说 算了算了 我们错了 赶紧咱们走了 就到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呢 嗯 到急诊门口 他就说 哎 我想去到那个卫生间啊 然后他就坐在马桶上 就过去 人就过去了 然后就抢救啊 抢救的时候 他爱人呢 给他就是呃 就是让来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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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呢 就居然在在这个 就在这个 抢救时 没有认出他人来 面相都变了 那我呢 呃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 就说 你你念佛吧 赶紧带着大家念佛 其实那时候都晚上了 没有人了 还有两个婆子在我家 正在说点别的事 然后我就念不下去了 就念了一个月的佛 那时候自我感觉特别的良好 觉得那功高 我慢心起来 我时不时的起功啊 我们觉得 哎呀 我比别人多想多走了几步 我觉得我时念法 我我觉得我也念的不错了 虽然有妄念吧 但是我觉得我念的相当的不错 我已经很有功夫了 我感觉非常之良好 这时候接到他电话以后吧 心里头就放下电话 根本就没有佛号了 坐在那儿 心里通通通就在那跳 半个小时在那傻傻呆着 没有提不起佛号了 正念不不现前了 心里头就慌了 不行了 然后我赶紧去坐车 到医院的路上 医院的路上 我也没有佛号 跟司机说您快点 司机说 我还要怎么快啊 快了出事 说飞机快 您就坐飞机去嘛 然后说 我就心里特别 就是一个念头 没有阿弥陀佛 是哎呀妈呀 完了 哎呀妈呀 完了 就是这样的心 到了医院 我一看他那种情况 真的不行了 医生已经宣布说 呃就是死亡了 然后把他妈妈也叫来 家家人全到了 这时候 然后我们居士啊 他们家人 就一直说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是我告诉你 我是什么心态念的 我包括我也 我那时候 我也在观察 那几个菩萨的那种状态 就很多居士 也有有三四五个人 那居士 全是心是慌乱的 看着那个监视器 就是那个监护器是平的 念阿弥陀佛 心里是恐慌的 你心不定 他心能定吗 你阿弥陀佛 快点 你阿弥陀佛 心里完了 完了完了 所以 念了一个月的佛 自己感觉还不错 就这样 等到他三天以后醒了 然后奠基十五次 他就就活过来了 三天以后 他醒过来以后 我就问了 我说妹妹 你那天我给你 我们大家跟你念佛 你听见了没有 没听见 我想在这里 跟大家说什么 真的要好好念佛 生死无常 就在一念间 谁也不敢保证 说哎呀 我年轻 黄泉路上五老少啊 你真的 我就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我要是他 我我就是那样 人家平时还经常佛号不断呢 他都想不起提不起佛号了 我那天的佛号是什么的状态 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如果我躺在那 那也就过去了 傻碰 该上哪去哪了 太可怕了 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他 我觉得是他 他是大仆子 在视线 教训谁呢 教育我 教育你定家里 你念佛太不得理 你要好好的加工用横 你这样不行 你再骗自己 没过几天 又一个事件在实现 我们那天是北京的三福田 特别特别的热 我那又不能开空调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老菩萨 七八十岁的老菩萨 有九十岁的老菩萨 不能开空 一空调 他就感冒什么的 说你不要开空调 我们就是那样的 天就那么坚持 因为今年的北京 也是很热 很炎热的 那那天呢 我就记着 我们在绕佛的时候 一个菩萨说 他那个动作特别的异常 就是他 行体动作特别多 我说 我得告诉他 他肢体动作这么多 怎么今天怎么了 他很 怎么回事 我还一会儿想纠正他 就在这 我在动这一面的时候 他就栽倒在地 我想 没有开空调 肯定是他中暑了 然后我就一直掐他人踪 也不行 脸那 煞白煞白 哎呀 当时我就想 哎呀 不是 肯定不是中暑了 我心里就生起一面 我说 哎呀 会不是是 是什么中生什么的 然后我就正好 我在师父 我家 这正好就我在边上 就有师父的一个德项 我就赶紧说 我就是师父老人家 求您慈悲的家世 我说我这天 我可天上不能出点什么事 我说话音未落 他就 这人就闭着眼睛 做起来了 他第一句话就说 他说 你们这么念佛 不行啊 太懈怠了 我当时特别不以为然 我说我怎么懈怠了 我们一个月 一天都没有闲着我 谁有能像我们这样念佛 还是这样的心情呢 我就特别不服气 我说这是谁啊 然后他就说 你们 有一搭 无一搭的念佛 不行 说东张张西望嘛 这样是念佛吗 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念佛心里得有佛 他说 好好地听师父老人家的经教 因为你们不明理 你们现在还是迷信的在念佛 一定要好好听老人家的经教 讲得那么的好 你们一定听经教啊 来不及了 好好地念佛呀 来不及了 一定好好念佛 不要东跑跑西跑跑 因为当时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我们那个道场要很多 当场我们那个现场很多人 他们想去跑道场 要上这个地方做点什么什么法事 那个法事 我不知道 因为我想跑道场 谁也跑道场 你们到处跑道场 不要再跑道场了 不要再干点这干点 就念佛吧 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你们知道 好好听老师父老人家的经教 一定要听进去啊 说一定要向胡老师学习 你知道胡老师为什么念佛 他得力吗 因为他真心的忏悔 他真心的改过 告诉你们 你们不懂的什么叫念佛 我今天来告诉你们 什么叫念佛 念佛就是改过 改过就是念佛 说了无数遍呢 我们大家当时当时在场的菩萨 有三十多人特别感动 全都跪着哭了 说你们太不珍惜这个这个这个大好的时光了 啊 这么悠悠范范的 你们就就就就就就张光 你们这里头有多少个老人家啊 你们再站过去就完了呀 你们上哪个道 你们自己清楚啊 然后说有多少人想找念佛的地方找不来 你们到这还不珍惜啊 不好好念佛 对不起谁 对不起你们自己 心里还牵挂儿女 我觉得真的 每句话都是对我而言呢 还牵挂儿女呢 你好好 人家怎么说 人家说你们放生 很可笑啊 一会说 哎我今天放生了 我放生了一万多块钱 放了一千多个泥鳅 然后龟要放多少人 众生都笑话你们 虽然很感恩你 笑话你 说哎呀 我告诉你 还是给你自己放放生吧 你都死囚了 你认你自己上哪个道 你以为你地狱 你现在没有你的名字没现钱吗 没写着你的名字吗 错了 你赶紧好好念佛吧 给自己放放生啊 千万不能死 死了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不能说 真的不得了啊 太可怕了 特别的教育人 然后他 他那个世界没多长时间 很快就说 我不耽误大家念佛 好好念佛 听没听啊 念佛改过改过念佛 好好念佛 我耽误大家念佛时间 赶紧念佛吧 然后我就把这人抱住了 因为他的鸡皮疙瘩度起那么高 我就抱住抱住以后 他就躺在地下了 就不省人事了 也就两秒钟的时候 他就醒了以后 然后他就一醒了以后 他特别惊讶 因为他戴着眼睛 他说 哎 我们怎么一堆的头在冲着他干嘛呢 躺在地下 说怎么了 怎么了 我说赶紧醒了 我说大家赶紧念佛 我就到念佛 我说你附体了 我跟大家再说 我不管他是哪一道的 哪个每个每个每个为次空间的众生 我觉得人家传达的信息太教育我了 我非常的感恩他 他在做事件 因为他看见我们这些众生 懈怠 那么不好好的念佛 来不及了 就这佛号吧 你来不及了 你不能把自己耽误了 对不起自己啊 我都无限的感恩他 所以这件事情 我每次我们大家来念佛的时候 我都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确确实实 那段时间我们没有 就是表面在念佛啊 在这念佛 其实心里都在想别的 哎 店里加给这个 用口家给他做个饭 买点这个菜吧 买个那个 很多人惦记这个 说啊 我要上到哪儿去 说说那个呃 到场要要进家一个什么咒了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了 大家都心里都在这么惦记 你不相信这个实念法 对这实念法有质疑 你知道吗 那天把所有人都都给都给度了 然后大家真的从那以后 基本上这三十多个人是经常常来的 念佛真的就不一样了 我眼看着他们那种那那种进步 我在这里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那儿曾经有一个这个女孩子哈 他那个他就想着他是带什么心态来呢 他就觉得呀 他也想做演员 然后没有这样的机会 觉得哎呀 真想想亲近我一下 这种心来的 那天他也在现场 他不学佛的 从来没经过老人家的经教 就想反正我要念佛 我就能跟你说张话 他也带着这种心态来的 从那以后 他把老人家的经教从那儿请过去 认真的念佛 哎呀 我觉得他真的不得了了 他后来他跟我说 他姐姐你知道吗 我再去再去拍戏以后 感觉真的不一样 哎呦 真的太好了 我说你也是有福报的人 祖宗加持 祖宗有德 我说你那天赶上了 真的教化人了 太好了 那我从那天以后呢 那大家就是 我在说说我自己是怎么在这个期间 怎么那个不断的调整自己啊 这个实验法 那我就说我贪境界了嘛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老师算来复去的 胡老师特别的慈悲 不停的在纠正 就说是个实验法 我的感触哈 就千万不能巧 千万不能熟 太熟了 熟就生巧了 然后巧呢 这个脑子呢 那个心呢就跑了 嗯 其实念了四个 五个多月的佛了 我才心里才明白 我觉得真的自己啊 我反省我自己不老实也不听话 其实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 阴光大师实验法 那个三个清楚 就念了一段 念念念念念了一段时间呢 就把这个最基础都忘了 就玩花活了 还有一会加点这个吧 加点那个吧 错了 老老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念 是阴光大师身体力行的 胡老师亲力而为的 然后做出了这个实验法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一不停的纠正 然后我还玩花活 后来一个月以后呢 胡老师觉得 就不对劲 一定要到我家去 那天说 说你是怎么念佛的 我说我就这样念佛 啊 佛 佛 他说停停停 你在表演呢 你肢体动作太多了 太夹杂了 分你的心 哎 那我说那你这不是成定心吗 他说错了 你不要佛法是重行 重实质 不重形式 你觉得你这样 就 就是 就是有成定心 错了 你心里妄念分飞 没有 你真得是 让自己那个 那个慢慢的 把那个妄念淡一些 然后让你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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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使定管你这个耳朵 抓住你这个每个字 每个句 认认真真的念 然后那天就 你领我念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 那我回去以后 你不要再走了 你不要再夹杂了 因为我一直领着大众 就 阿弥陀佛 一天一个月下来以后 特别的辛苦 特别的累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端着尖 觉得哎呦 这肩膀 本来我是颈椎不大好 就觉得哎呀 这个端着尖以后 自己就简直是 好像那个 扛了很多东西 我这是谁 发明的 非要这样念佛呢 非要这样 哎呀 就是觉得特别的 怎么那么那么拘束呢 就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再这个 形体动作 千万不要再夹杂了 你让自己放松的情况下 说他你是你演员 如果你紧张 你能演好心 我说演不好 你念佛也要放松 千万不要夹杂 因为应光大师在十念法里说 没有说你啊 那个 呃 卖左脚 然后卖右脚 没有这样说 你就老老实实 按照应光法 那个三个清楚 然后射尔必听 你做到这点就行了 然后那天他走了以后 我就在那坐着 不再形体肢体动作那么多了 我就在那再坐着念佛 一念念 那三个多小时 哎呀 觉得太好了 因为你心呢 心服气躁 动下来了 最初我们嗯 验证了很多 就是呃 就是选了很多的念佛的那个声音 因为总归大家共修在一起共修 要呃 要有个大家统一速度 找找找念佛的 后来忽然间找到老法师 那个就是念佛的 我有一个念佛那个机器白的那个 就是老法师前边那是两个块的 后边那个慢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呀 我们找到了 这个特别好 然后就这个机器就放了 然后后来 因为家里大嘛 人也多嘛 就是放两个念佛机 后来那个声音老不同步 我就买了一个工放机 然后师傅男家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佛号就永远是 呃就就大家就引领我们大家一起就念佛 那个那个 因为老法师那个那个念佛 那个声音特别设心 我觉得太好了 最初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惭愧 还觉得老人家念的太慢了 太慢 因为我心服气躁嘛 我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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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样想这么念 那师傅男家那么慢 我说怎么那么慢 后来胡老师说 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你 生活当中你太快了 语言也是特别的快 因为证明你这人心浮气躁 你怎么想 你一定要让自己心里定下来 慢慢定下来 你念佛才设心 然后那天我就也没有行体动作 我没有那么多的 哎呃夹杂了 我就在那坐着念佛号 哎呀 我觉得太好了 特别的好 然后第二天告诉大家 我们就改变了 其实在这期间 五个月期间 我非常的感恩 无限的感恩 就是恩师啊 胡晓琳老师 他一直在关注我们大家 不停的给发信息 就说一定要告大家耳头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停的在 不停的在 在在在在 在纠正我们 不停在引领我们 然后给我细心 给我力量 我丁佳丽 我也刚才说了 我是个没有自信心的人 嗯 我没有自信心 我跟我更能信佛福斯了 所以我永远是疑惑心 特别重的人 我就永远 就是老不自信 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行 后来胡老师就说 给我发信息 说说丁佳丽 我觉得你能成 因为你你这人我知道 认准的事情 你一定会干到底 其实我哪是那样人 胡老师也不是一般人 能知道我这人 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他是在鼓励我 我每次把这个 这个特别我发信心 我都给大家分享 我说不是鼓励我丁佳丽 是鼓励我们大家 我就真的 我就觉得真是 后来胡老师说 现在念佛的人多 会念佛的人少 说你一定把你自己 念佛的点滴的体会 供养给大家 让大家也去受益得力 然后呢 你千万不要着急 千万不要贪境界 那次就很批评了我一段 说你因贪成长 你贪这些境界 最后你就是你自己就念佛 念不下去了 然后你要改过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菩萨说的太多 太对了 念佛一定改过 以前我就觉得 哦光就念佛就可以了 不对 你不会受益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像个园子 我是个架园子的人 这边是念佛 这边就改过 否则的话 你就会翻车 因为那段时间 我功高我慢了 大家来 难道我家人 也不少了吗 有外地来的什么 就是 我心里竟看人家不是 就说哎呀 怎么这样 你怎么那 你能不能小点声 我还没起 你就敲我家门 永远敲人不是 然后就心里 他特别的生烦恼 起心动念 我说这个地藏经 佛菩萨真的不骗人呢 说严福提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就说我呢 一睁开眼就想 哎呀 这念佛 那天 那个菩萨怎么样了 你看 那个菩萨又怎么样了 这个菩萨又怎么样了 就永远敲人别人的刺 哎 怎么都不对 然后对人家还不恭敬 你说 那么多人千里迢迢的来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打扰我了 你明白吗 我就觉得我在念佛 然后很多人问我 哎 我怎么记不住数 我说你就好好念佛 别打扰我 我现在真的觉得我错了 大家千里迢迢的 有很多外地人 我家现在 呃 五个多月时间来 我家人已经超过四万多人了 来念佛的 因为觉得实验法真的太好 大家抱定这种学习的心情 你想想 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坐火车来 连着夜坐火车来 抱着一种特别那种求学的那种态度来 然后你一张冷脸给人大家 人家今后还能来练吗 你还能来念佛吗 你这样 掌握了人家的方式 法身会面 人家不想学了 人家实验法确实是好 但是你在这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 人家利益 你学了 所以你就要有很高的姿态 说你怎么那么笨呢 我告诉你一句 你怎么还记不住啊 天呐 你让我说多少遍呢 你影响我念佛了 行了 一会再说三点半以后 别别别别别再闭嘴 真的大错特错了 你多少菩萨 后来人家就不来了 就是我不改过呀 就有一天 后来人家 后来人家批评我了以后 我就真的在佛菩萨面前 使劲地忏悔啊 我真的我觉得我错了 你说那些菩萨 现在怎么念佛 现在我真是 我现在明白了 师父老人家说 就是你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你利益别人 就是利益自己 我现在我觉得 那么多菩萨 那么热情来我家 都是佛菩萨的安排 我这些人 我们全都不认识 最初的时候 我我自己念佛 我就想 哎我自己念 给给几个菩萨打电话 但是从第一天开始 我觉得佛 这个佛菩萨的安排 就来了一 一百多个人 然后七八十 七八十就真不停的在来 我觉得真的大家那种 求学那种心切哈 我就 我不我不再就为自己了 我觉得 我有一天要念佛的时候 也是菩萨教育我 我抬头一看 哎呀 咱说是愚公愚夫才念佛 说我真是你抬头 我说是大菩萨 真的大菩萨 你叮加了一种远盘胎 你跟人家还 不乐意说 你别擦地 我这个楼底下 我的居民去 你擦地底下 就没法念佛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脚步 抬起来 我就跟人家 他有一点都没有成应性 说礼敬诸佛 没有把别人当成是佛菩萨 那天忽然念一台 哎呀 这绝对是佛菩萨 视线呢 给我看了 那么认真的念佛 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说 其实我说 呃 呃 现在已经五个月了 最受益的人是我 虽然大家说 呃都说感恩 我说给大家提供这个场所 错了 这些大菩萨们 全是阿弥陀佛呀 真的是阿弥陀佛 来教化我 看着我 因为我自己太懈怠 我一看人家那么认真 有的时候我也挺疲惫的 我就想 哎呀 我在那偷着歇一会儿吧 我一看他们那么的认真 八九十岁的老菩萨 坑洞坑洞的 人家磕头 我念佛 绕佛 一点都不休息的 哎呀 我经历太惭愧了 那么大岁数 那么的精进念佛 不是事件给我看吗 不再来教化我吗 其实人家用不着上你这来 就跟你情念佛 人家是来教化我 扬策我 我真的无限感恩的心 有一天 一个多月忽然间明白 也是那天真的忏悔 忏得我稀里哗啦啦的 我觉得我真的错了 我怎么可以对这些菩萨这样的无礼呢 这样的功高我慢呢 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从这以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就真的就变了 每天见他们 真的格外心 早上起来 你觉得我要烧水 六点钟起来 如果说有有几次呢 就听老人家经叫 听了时间都过了 早上起六点了 哎呀 怎么敲门了 哎呦 敲门了 敲门敲门 咱们一起念佛吧 一起念佛就赶紧给大家烧水 特特别开心 觉得天热了 给大家买点那个菊花茶什么的啊 然后那个买点冰糖放里头 其实我也不怎么会照顾人 那在这里头 我觉得佛不得加持我 哎呀 后来我儿子都说 妈妈 你不要太扣门了 给大家买点好菜 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好不好 我说行 反正 行 我女儿也在说 妈妈 一定让给大家 弄点好的那种 去火的东西什么的啊 什么 做点苦瓜什么的 什么这样的 哎呀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女儿都真是的 比我都强哈 还有下一集 请大家继续收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 阿弥陀佛